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将近20年的同事跟好朋友 我们以前真的是快20年 我们以前一听就很显老 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在教育行业 一起拼搏奋斗 后来呢现在是我是被塞多伦多 然后秀卫老师是在硅谷 我们现在一起为信任我们的家庭跟学生 提供这个升学的服务 然后其实对于我们大家大家共同的理念 就是呢 其实升学过程是学生认知自我 然后包括匹配自己的愿景 包括实现梦想 但是最后我们收获的 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offer 而是在这过程中 跟着我们一起成长这个过程 因为不管你是在探索专业也好 包括我们在做活动规划 包括在自己到最后的文书 包括可能跟教授做项目等等 整个过程中都是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规划 你不管是九年级进入十年级进入 这几年的时间能把学生的一个自我态索 自我成长的这个能力培养形成 那么等到了进入美国大学 或者是英国顶先大学 哪怕加拿大的 我们都能有这样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 也会同时的会有这样的一分次性 像我们很多学生 几天到了美国读书 他可能需要以后读研呢 包括可能在读书工工 从大二开始我们会鼓励孩子 参加一些internship 比如说像是实习活动 如果比较优秀的孩子 其实我们都会帮助孩子去匹配 去推荐这样的实习活动 所以说我们之间更多的这个关系 更像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每本规划的活动帮助孩子 但是我们会成为朋友 那我们对孩子的帮助 也是一个长久的持续的 可循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好了那我差不多介绍到这儿 那Sylvia你可以开始 谢谢 谢谢Kate老师 其实我们还挺年轻的 说认识二十年 好了 不开玩笑了 大家可以看我的背景啊 这是旧金山金门大桥 那我base在旧金山湾区 就是所谓的硅谷所在地 那我今天非常开心 给大家做这个 关于每本申请的这个全解析 今天重点会讲一下活动 那在讲之前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自己 对我认识Kate将近二十年了 专注升学规划是有十六年 到2022年是有十七个年头了 基本上 从05年开始就在这一行 在国内一些顶级的企业了 大家可能知道的那些 做主攻每本前三十 和世界名校前一百 所以不光是美国的学校 还有英国的 加拿大的 南洋理工啊 等等 还有像加拿大 加拿大英国 美国 日本 主要是这些国家的 排名前一百的世界名校 这些学的申请 那我是2012年呢 因为家庭的原因 所以来到了美国 我住在硅谷这边 那继续从事教育这个行业 然后呢 我攻读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和教育学院 联合创办的Dual Degree 教育企业学 也叫教育商科 还是去研究教育 这一行业里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在宾大读书期间 我创办的这个叫GYC 全球青少年 就是未来企业家挑战大赛 那历时三年 现在影响力遍布七个国家 主要是针对高中学生 展开的去探索 自己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所以这个是 也被宾大列入这个官网 作为重点推荐项目 那我在美国期间呢 我的工作很简单 还是在教育这一块 一开始呢 是做这个ICT的IC grader 大家知道这个IC取消了 然后我就失业了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继续做我的这个申请 在KID教育这边 帮学生们去做 整体的一个大学的规划呀 然后同时呢 在为我们的硅谷啊 办这个大赛 那么今天呢 我接下来就言归正传 终点分享我们这个大学申请 要如何去规划 那有哪些关键因素 好 接下来呢 我要请大家看一张数据图 这个数据图是US News 今年发布的一些data 当然了我们说 申请大学包含的要素很多 但是能公布出来的 能看得到的 可能是这些最直观的数据 我们先看一下这些数据 在这四所大学当中 我列举了美国前50名的大学 这些大学大家都很知道 第一名普尼斯顿大学 第二位呢 我放的是布朗大学排名14 第三位呢 是纽约大学排名28 接下来呢 是波士顿大学 第42 因为大家知道 这四所大学 可能所在的地理位置 也都非常好 也都是很多 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大学 那我列了这不同的排名 那么这些学校的要求 大家可以看 有几个硬线的指标啊 那第一个是GPA 有画的横线 GPA 就是我们说的硬性指标 就是在校成绩 在校成绩 这个在校成绩 指的是你九年级到十二年级 四年的稳定的成绩 四年的有效成绩 如果有国内的家长的话 那你要注意了 你在申请这种海外名校的时候 他要求你初三的成绩 加上高一高二和高三的成绩 所以是四年的 那可以看平均是 普林斯顿3.9 满分是4.0哦 各位满分4.0 然后纽约大学3.7 波士顿大学3.8 这是一个平均的 也就75%的同学 在这个GPA的区间 75%的同学 在这个GPA区间 也就是分数非常高的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是 ACT和ICT ACT和ICT 我们说的标划考试成绩 那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ACT满分36分 基本上这些名校的分数 在32分到34分之间 那ICT呢 可以看到 普林斯顿大学 它是分成 因为ICT分成两个部分 数学和语文部分 我们说这个 就是reading和gramma 阅读和语法 满分 每部分满分800分 总分1600分 那从普林斯顿到博士顿 大家可以看 737分 reading和gramma 能够达到满分800分 达到737分 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分数 而且这个是平均分数 其实是难度挺大的 数学是760 通常来讲 咱们很多孩子 数学可以考800分 但是如果像 阅读和语法 这部分拿到高分 其实还是蛮难的 但是平均75%的同学 都可以拿到这样一个分数 这些是一个硬性的指标 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因为这个孩子 比如一考出来 你就可以看一下 大概一个什么的成绩 大概有一个 这个入门的 基本线 它在哪里 虽然大学没有标准 录取分数线 不像国内 清华北大 叫一本二本重点线 在这边是没有划线 但是呢 还有一个 无形当中 其实也是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标准 可以参考 好 那么在这些学校里面 最popular的一些major 最受欢迎的一些专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普林斯顿大学 social science engineering 布朗大学 computer science 这些还有 quantitive economics 对吧 还有像纽约大学 vision performing arts 纽约大学的艺术学院 还有social sciences 还有business 它的商学院 还有像博士顿大学 business management marketing 它的商学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些是 最受欢迎的一些专业 好 这些还是比较浓统的 就是一些非常直观的 一些数据 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信息 那这个呢 是普林斯顿大学 去年 因为今年的这个 我们说 ivday 三月份 ivday 放榜日 还没到 所以我们还没有拿到一个具体的数据 那么这个是去年普林斯顿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又不能更详细一些了 分成了左边的三栏 硬实力 软实力 还有背景 就是对他所录取的学生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在硬实力 也就是我们说的 成绩 GPA 核变化考试 获得4.0GPA的学生 就整个录取概率是8.1% 获得ICT 1500到1600的 600分的学生 录取概率是8% 获得 ACT 32到36的学生 录取概率是7.4% 其实这个呢 也不难理解 比如说哈佛大学呢 在官网上公开过 58%的申请人 都获得了4.0 甚至是以上的GPA 就是那种加权的 但这些最终获得 哈佛大学录取offer 只有6% 也就是说 当年有24000名左右的 学生申请哈佛大学 而且他们的GPA 有4.0 都被拒绝了 就是申请这些名项 就是拿到一个 很高的GPA 就有很高的GPA的 这种学生 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 去区别说 太多优秀的孩子了 但是整体情况下 它的硬实力成绩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水准 那再来看软实力 软实力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 这个本科申请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就是你的活动背景 以及奖项 好 那在普林斯顿录取的 这些学生当中 科技类周级以上的活动 他们参加过的 就这些学生 有这种背景的 占到了48.9% 非科技类周级以上的 有34.5% 科技类就是我们说的 STEM 对吧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和 Math 这些类别的周级以上 因为活动分成 学校级呀 城市级呀 周级呀 国家级呀 国际级呀 好 非科技类周级以上的 非科技类周级以上的 就是文学类的 写作 艺术 画画 等等这些 达到了34.5% 好 演讲 打变 周级以上的 占到了26.6% 文艺类 占到23.7% 作文竞赛 周级以上 12.2% 美国总统义工奖 8.6% 这个是美国特别有的 一个总统义工奖 非美国的 只能拿到这个叫 certificate 证书 但也能够证明你 参与义工多少小时 这个是美国的 志愿者服务的 最高奖项 它分成金奖 银奖和铜奖 取决于你 义工服务的小时数 好像美国青年 议员奖 还有体育力 这占到7.2% 这些都是软实力 可以看这些孩子的 软实力都是非常强的 他们参与的活动 有一定的数量 还有一定的质量 好 那么再来看 他们的背景 62.8%来自公立学校 来自公立学校 17%来自私立走都 这个不难理解 公立学校学生多 几千人 免费的 当然好的公立学校 因为他学生多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输出量也比较大 私立学校一般 相对来讲会比较小一些 相对来讲小一些 所以学生数量少一些 当然可以看到这个 然后11.2%是跟宗教有关 8.3%寄宿学校 4.0%家教 Homeschool 然后0.3%军人 就是最近因为疫情 也很多人选择流行 这个Homeschooling 但Homeschooling 确实它存在一些问题 也不是说它不好 主要是在社会认知和学习 以及与同学相处 可能是Homeschool 没有办法去弥补到的 但是也会有录取 只是它比较小一部分 因为也很容易去理解 本身Homeschool的学生 它的整体数量也很少 申请的也很少 好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很多人说这些名像 就是不录亚裔啊 或者说启示亚裔啊 人家说其实我没有啊 你看25%都是亚裔啊 录了非常非常多 在这25%亚裔里面 大家又说 是不是都是印度人呢 说不是 其实印度语小于1% 很可怜 大部分来自哪呢 中国 日本和韩国啊 那特别是中国 很大一部分 那大家现在都发现 不是人家不录取 咱们亚裔 是咱们亚裔实力太强 中国孩子的爸妈太优秀 孩子太优秀 都非常非常优秀啊 所以他录了很多啊 但是确实 现实情况也是 这些孩子都是 太多优秀的孩子 申请这些名校啊 很难 那么还有一个数据 就11.3%是校友子女 校友子女 叫Legacy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 爸爸妈妈很厉害 为了子女 开始去拼着读哈佛 读普林斯顿 哈佛我强调一下 它的Legacy 只限于哈佛本科 读哈佛本科的爸爸妈妈 研究生博士不算 那你可以读一下 普林斯顿 他们还算 除了哈佛不算之外 这个Legacy 其他学校 爸爸妈妈如果是 普林斯顿的研究生 或者博士 人家还会考虑一下 校友子女 那这也是咱们可以 为子女做的一件事情 对吧 继续深造 然后还有16% 是第一代大学生 什么叫第一代大学生 就是爸爸妈妈 从来没读过大学 那美国的很多大学 有一个教育使命 一定要普及高等教育 如果家里爸爸妈妈 没有读过大学 你是家里第一个 有机会读大学的人 我一定要优先考虑你 好 这个信息 加上下一个信息 叫19.3% 叫Pell Grant Pell Grant的什么呢 是美国针对于全球 最大的一个 应该针对美国吧 最大的一个 叫低收入的奖学金 就是你是低收入 我一定要优先录取你 你这个好的教育资源 不应该是要分 分级的 他认为好的教育资源 应该是每个人 都能够获得到的 所以将近20%的学生 都是来自低收入 这是普林斯顿这种大学 一直在实践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两个信息 第一代大学生和低收入 我们曾经在国内 有一些学生 爸爸妈妈呢 是农民工 或者是初中毕业创业 但没有上过大学 所以他就第一方面 特别是那些农民工子女 就有很多学生 很羡慕 说因为爸爸妈妈 没上过大学 家里又穷 所以我既满足第一代大学生 又满足低收入 那确实 但是前提是 你也得学习好 对吧 所以这个呢 确实是会 会占到很多的 很多的优待 和特别的关照 那当然还有一些 像少数民族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 以前我们申请斯坦福的学生 我们有斯坦福拳奖 那他家呢 他是东北人 然后呢 当时说 东北 我们会问到家庭情况 他说他们家是满足 但是大家觉得 在东北满足多不多呀 满足遍地都是 是不是 非常多 但是呢 你这个满足 他也是属于 那美国 美国对于 minority 也是有这种 优待政策的 就是如果你是属于 少数族裔 少数群体 你在文书当中 是可以 或者是通过一些活动 能够来给你增加亮点的 这个案例 我会一会儿 给大家分享 会特别有意思 这几个数据 我是可以给大家去 分享 去看一下 你也可以去 想一想 自己家族背景里面 有没有类似 这样一些背景 能够帮到孩子的 我们可以尽力地 去帮到孩子 因为你在申请表上 会填非常多的信息 包括爸爸妈妈 都是干什么的 在哪上的学 哪所大学 什么时间上的学 干什么职业 都会问的很详细 所以这些也都是 会考虑进来 你都可以去 它毕竟是一个 综合考量 录取的一个标准 好 这个是普林斯顿 顶级名校 给我们的一些信息 你可以收获哪些信息 可以考虑一下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呢 有一几个关键信息 我再说一下 EAED的录取率 从我们的数据当中 远远高于常规申请 什么叫EA和ED 一个叫EA和ED 一个叫Early Action 叫早录取和早行动 也就是说 这两个录取的时间 要远远早于常规申请 我们知道通常 常规申请的时间 就申请美国名校 会在11月底 12月和1月1号 那么早申请和早录取 通常最早的是 10月15号 然后到11月1号 如果你能够在 这两个时间内 赶上早申请和早录取 它的录取率 通常是常规申请的 大补了 也就常规申请 可能只10% 但是EAED会占到20% 所以如果想冲刺名校的话 建议早申请 早申请意味着 你就要早准备了 所有的标划考试 在校成绩 都能够在EAED的时间 做好准备 那同时呢 大家也要注意 这个ED叫Early Decision 你选择EDED的时候 只能申请一所学校 而且这所学校 如果录取了的 你必须得去 爸爸妈妈都是要 签字确认的 如果你这个不去 人家录了你不去 这就是有备 叫伦理道德 有学术欺骗了 好 这是一个信息 所以所有的规划要早 你不能等到 到时候再准备了 那也其实EAED的截止时间 也就是告诉我们 你的申请工作 要从你的11年级就开始了 就11年级的下学期的1月份 1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比如说 今年你要申请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11年级 下半年 现在是2022年1月了嘛 下半年你上了12年级 你要想申请EAED的话 我们现在就要准备 准备选学校 订专业 准备材料 那系统一开放 我就要准备提交材料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早的 好 这个谁在我屏幕上画的线 是有问题吗 OK 然后 第二个呢 硬核指标 稳定趋高 成绩和分数是不容忽视的 成绩跟分数 就是我们说的GPA和标画考试 因为其实大学会认为 在校成绩 是最能够反映一个学生 稳定的学术实力 这是为什么 9年级到12年级的成绩单 是最关键最关键的 在这里可以明确跟大家讲 比如说你对 你对加州的公立学校 比如加州伯克利 或加州洛杉矶分校 特别感兴趣的话 那这两所大学是明确告诉大家 我们50%看你的在校成绩 而且你把你的成绩单 每一个成绩输入到我们的系统 我们会给你重新计算你的GPA 我们会重点看你10年级和11年级的成绩 那50%的选中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稳定 94年的稳定的表现 是最能体现学生的实力 最能够表现这个学生来我的大学之后 是不是能够持续保持一种稳定的学术 学术的学习习惯 好 那么名校录取软实力比重越来越大 什么是软实力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活动背景 其实哈佛大学很早就公布了 说我们的活动 我们所看的活动背景 就是一门考试 不知道各位家长熟不熟悉 就是哈佛的丑闻案 也是因为那次的哈佛录取的丑闻案 哈佛公布了它们录取的所有的细节 我们说有六个指标 每个指标6分满分36分 那陆续委员会会给每个学生去打分 这六个指标就包含你的在校成绩 你的标划考试 你的课外活动 你的personality 你的体育 还有你的艺术等等这些 每一项六分 不同的人给你打分 你的分数线达到32分 你就进入这个list 在list当中 我录取前面的2000名同学 剩下的可能在waiting list上 那就是这样一个指标 那你看其实每一个指标 就是一个考试 你只有 比如说我的可能 我GPA或者标号考试刚刚构限 但是我的活动 一下达了满分 那我的总分就可以提高很多 它都是可以互相弥补的 而不是说谁是 谁的谁就比另外一个更重要了 所以说软实力活动非常重要 大家要提早规划 提早准备 而且活动背景和级别越来越高 当然这个也会 大家会说 是不是因为越来越卷的问题 当然了这个卷它是一个时代进步的一个潮流 我们很难去阻止它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好准备 就是怎么去面对它 或者怎么去迎接它 好 这个我也会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那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质量 优于数量 很多学生呢 每周都很忙 我们通常约孩子 或者约家长的时候 孩子忙啊 我有开会 我要参加这个活动 参加那个活动 你参加了一堆活动 你发现到了申请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活动可以写呢 为什么 人家问你 获得了什么大的奖项 没有 人家问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证书 什么不同州级 或者国家节证书 没有 参加过什么大的比赛 也没有 然后做的活动是什么呢 全部都属于一类 叫志愿者服务 这就属于一类 那你看人家活动有20多类 你只参加了一类 然后每周还累得要死 参加那么多 当然不是说参加不好 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 我们要想 比如说实现一个 我能够短期 充分利用这些时间 同时自身也能够体验 不同的活动 充实自己 全面发展 那其实对我自己 和上大学 或者是工作职业生涯 都有很好的帮助 这是长远的 那短的就是说 我申请大学的时候 是有用的呀 我要想想 我为了申请 我想去了大学 我要去体验那些活动 有哪些直接的认知 或接触 才能够更好 为它准备 对吧 所以这个的话 也是非常关键 这些都决定 我们要提早去准备 提早去规划 好 那么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有我们刚才说的 看的这些数据 看的这些信息 名校申请的 四大关键考量 4case 简单来讲 我们不说 哈佛要六个了 我们就说 大家只需要 从这四个角度来看一下 就是整个申请过程当中 他们考虑的点 在哪些 不外乎这四个 第一 你的在校成绩 这个是你靠你四年 日积月累体现出来的 每一步 每一科 每一次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都非常的关键 因为每个数字 都体现了 这个学生 是不是一个 学术上 优秀的学生 那标划考试 很多人说 标划考试 越来越变成 optional的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他说的可选 是给那些 没有经济能力 没有钱 请tutor 或者是 叫低收入 没有办法 或者没有那些资源 去考ICT或AC的同学 那你有能力 有资源 可以去考的 你一定要抓住 这个机会去考 而且网高了去考 人家一定会看的 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不是说 我说我是optional可选 你就可以不用提交了 你要问问你自己 你如果有钱 去参加那种活动 写在你的文书里面 你干嘛不去考ICT 不去挑战 Challenge yourself呢 真正这个optional 是比那些 因为疫情期间 你知道很多人 孩子 一方面他可能 没有地方去考 第二方面 家里确实没有钱了 爸爸妈妈失业了 我没有钱去 连ICT考试报名费 我都付不起了 你让我提交ICT 这是不合理的 人家大学 立马就取消了 你不用了 确实特殊情况呀 但是这个情况 是你们家的情况吗 你要想一下 如果你可以考 你还跟人家说 疫情期间 我创业了 我赚了多少钱 你有钱 你干嘛不考ICT呢 ICT报名费也不贵 你干嘛不敢挑战呢 这一下就录线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optional 不是给你的 各位 你能考 一定要考 而且往高了去考 OK 这是标划成绩 所有这些优待政策 我可以负责人的讲 不是给亚裔的 就是在加拿大 还有美国 这些亚裔的 基本上都不是给 给咱们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 很多的亚裔移民到加拿大 或者是美国 基本上都是可以负担了起 这些费用的 你在加拿大 美国读这种私立学校 要多少钱 对吧 一次ICT考试 报名费你付不行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能够挑战 你要去挑战 而且要挑战 要考得好 那这样才能够匹配 你的在校成绩 左边这个红色的 是靠孩子们自己的 说实话 当然了 有好的老师 能够让大家少走弯路 能够短时间内提高一些成绩 找到好的学习方法 是非常关键的 好 右边黄色部分 是日积月累的 你的个性品质 你的文书材料 这叫软实力 那首先我说一下个性 这个personality 那招生官会从哪些角度去看呢 一个人的个性有很多 但是大家要了解 招生官也是人 不同的人 解读一个人 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而且不同的学校 他有不同的传统 招喜欢乃子也不太一样 那我要怎么 但是万变不利其中 他想看到的是真实的你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 为了一个学校 为了一个项目 去专门的 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要做真实的我们自己 这是最关键的 大学想看的 就是真实的你自己 他不想看到的是什么 你为了我 你的梦想就是读哈佛 那哈佛直接说你不要来了 如果你的梦想是要读哈佛 那哈佛绝对不会录取你 哈佛要录取的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为了帮助别人 是为了能够帮助 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我很优秀 我希望让我身边的人 都变得更优秀 这是哈佛想要的孩子 绝对不是说 我想上哈佛的孩子 好 那这些个性品质 怎么去体现 大学也说了 你没有必要 非要跑到伊拉克 做个战地记者 风险太大 孩子 你没有必要 就是非要去做那样的事情 才能够证明 你是一个 关心这个社会 民生疾苦的人 当然我们也有学生 那么干我 那确实是人家 有那个能力去干 也确实做了很多活动 但不是每个人 都要这么干的 那哈佛也录一些 什么样的孩子呢 就是我在家里 我take family responsibility 我们承担一些 家庭的责任 能够体现 我是个有社会 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人 我能够把家里的 一件小事 做到极致 你就未来能做伟大的事 其实你会发现 每个大学看的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那句话 你能不能够 把一件事情 做到极致 如果你能够 把一件事情 做到极致 我们相信你能够 很多事都能够 做得很成功 如果有家长 了解ICT数学的话 你会发现 那个数学的考题 可能你都能考满分 我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ICT数学 考什么呢 一道真题 说一根棍子 长15米 均匀的结四段 问每段多少米 当时很多人答错 均匀的结四段 很多人拿15除以四了 你知道吗 直接算了三连五 好 均匀的结四次 是分成了几段 分成了五段 对不对 15除以五 是不见三米 这真是答案 你看这道题多简单 对吧 那为什么简单的题 很多朋友会做错 其实它的ICT数学 也暗含着一个概念 我考的东西不难 但是你能不能 把简单的事情 做到完美 他们很在乎这些细节 就像你活动一样 大家都是做活动 为什么有些人 做得很高大上的活动 或者非常厉害的活动 反倒学校没有录取它 反倒是那些 做了很小的活动 但是做得非常的极致 做得非常的认真 很投入 有一定的时间 和quality的时候 大学觉得 这个还是未来 能够成一定的事情 因为它具备这种 叫mindset 叫思维和心态 它已经掌握一件事情 做到极致的这个技能 而这个技能 是可以渗透到 各个活动里面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很多申请到 名校 哈普夜马 这种大校里面 孩子共同体现的 一个特点 就我说刚才 take family responsibility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哈普大学 录取过一个 亚裔的孩子 这个孩子的文书 非常简单 他说 他就是会干什么呢 他会做世界上 所有的方便面 就是能够把方便面 做出非常多的 一种不同的做法 这个故事 当时感动了很多人 就是做方便面 这个事情 哪个孩子不会 哪个家长不会 对吧 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事情 因为他是一个 留守儿童 基本上 他爸爸妈非常忙 每天 只有他自己 在家里给自己做饭 他最喜欢吃的 就是方便 即便在那种情况下 他没有觉得 自己很孤单 他要想自己 变成一个positive 他自己其实心态 一直很乐观 没关系 我今天做这个味的方便面 我明天给这个方便 加点蔬菜 就是蔬菜味的方便面 我后天打一个鸡蛋 哎 摆成一个 笑脸的形状 我今天吃了这个 有煎鸡蛋的方便面 然后我还可以炒方便面 还可以煮方便面 还可以把方便面 烘干 烤干 做干脆方便面 整个故事 非常fanny 非常有意思 但是所有的故事 都透露出 他是一个非常独立 非常乐观的孩子 在不管遇到任何情况下 总是积极地去面对人生 那我觉得这种人 我觉得每个家长 和每个学校都会喜欢 以后他面对任何的困难 他都能够积极地去面对 所以他们希望 这种人会给身边的人 带来非常多的正向的影响 他爸爸妈妈 从来都不会为他去担心 每天都会被他的孩子 这所鼓励和鼓舞 他对整个的家庭的影响 都是非常大的 我们从孩子身上 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这种personality 是非常吸引人的 就是比你去非洲难民营 去帮助别人 可能更让人去能够打动人 因为这些是你在家里面 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大学 也反复说过一件事情 我们看一个孩子的能力 通常是看 第一 他所一个人成长所在的环境 无外乎家庭环境 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 首先你作为家庭的一份子 能不能够在这个家里面 你做了什么的贡献 那像疫情期间 就是前一阵子 我们有学生拿到了这个 拿到了这个芝加哥大学 的录取 那么其实这个孩子呢 他很简单 因为疫情期间 你也啥干不了 你只能在家里 承担家庭责任 他有一个弟弟 他有个弟弟在家里 因为他爸爸妈妈 也只能在家里工作和上班 那他就承担起 照顾弟弟的责任 那他其实从来很少 因为他跟他弟弟之间 他觉得他弟弟出生之后 爸爸妈妈就把所有的爱 给了弟弟 所以他的弟弟 其实是一直有一种 陌生感和这种距离感的 但是在疫情期间 他因为疫情 他跟他弟弟走得很近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来尝试 能够帮助爸爸妈妈 来缓解所有的 爸爸妈妈的压力 所以他给弟弟辅导功课 然后做家务 帮爸爸妈妈去shopping 他甚至已经熟练到 弄了一个管理系统 来管理自己每天的时间 怎么能够减轻 家里爸爸妈妈的负担 同时帮爸爸妈妈来 更好的去教育他的弟弟 整个这个事情写的 他就像在run a business一样 在管理一个公司一样 他的一个mindset是非常清晰 非常非常organized的 那这个事情 这个故事就让他们觉得 你能够经营好一个家 那我们相信你以后可能能够 经营好一个公司 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语说的 一如不扫可以扫天下的道理 对吧 你看一个孩子能不能成大事 你看他在家里的表现 有的时候很能够反映一些问题 他能不能主动去做这些事情 他有没有responsibility 他能不能去发现一些问题 解决一些问题 这是一个家庭环境 那第二个就是学校环境 那大学也说了 我们看一个孩子的学术能力 首先要看他能不能够 take学校的challenge 就是说这个学校给你哪些挑战 你作为一个学生 能不能够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 这个信息很重要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学校 他们提供了20门AP 提供了20门AP 那作为这个学校的学生 我只take了两门AP 那很显然 如果这个学校平均的 就所有学生平均都take了十多门 而你只take了两门 那这个学生肯定不是这个学校 最具学术挑战实力的人 对不对 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 对吧 但如果这个学校只提供两门AP 然后这个孩子考了两门AP 那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孩子已经尽全力 利用学校的资源了 他有没有能力考十门AP呢 我们可能不知道 但是目前来看 他也许有能力 也许没有能力 但是在他学校能够 只能够提供两颗AP的潜力 下他勇敢的take了这两门AP 那么他就是这个学校 最具学术挑战实力的学生 这个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如果说 这也是很多家长会纠结 说我要送哪个学校好 我读私立呢 还是读公立呢 我考察学校呢 因为也很多家长 当时问过这些问题啊 你要看一下你的孩子 是不是那种学术实力 愿意 勇于去挑战的那个学生啊 因为我们就曾经有个家长 本来学校 之前学校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 一些学术资源哈 那给孩子转到的一个 学术资源特别多 那孩子一下觉得压力很大 没有办法去适应 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当然了这个是一方面 所以怎么说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 第一 你如果想去参加一些活动的话 首先来看一下 你能不能够充分去利用学校的资源 我能不能做到这个学校里面 比较top的 运用学校里面的这些资源 不光是学到一些club呀 还有学到这些 学术实力课程呢 我先去挑战试试看 然后我再去探索一些 外面的资源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 叫社会环境 从家庭环境 到学校环境 到社会环境 这是一个人成长的三个阶段 还有三个方面吧 我觉得都不可缺少 那你的personality 个性品质 都是在这三个环境里面 体现出来的 对于大学而言 他们要看 你在家庭里面的 responsibility 这是他们说的 要看你是不是 在家里面有个责任感 这个责任渗透的各个方面 在学校环境 要看你的academic performance 叫学术能力和挑战力 在社会方面 看什么 看你的leadership和impact 就是我们说的LIP 你的领导力和社会影响力 所以呢 你要看一下你的活动 是不是涉及到这三个方面 如果看孩子成长的话 他在这三方面表现如何 我能做些什么 或者是孩子 又是如何表现的 当你做完所有这些活动之后的话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的文书了 因为不同的事情 可能不同的人写出来 给读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要怎么去讲这个故事 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 也非常的关键 这就说到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我们在东北的一个女孩子 她是一个少数民族 她做了一个事情 我们怎么写的 因为这个学校呢 有很多的少数族裔 少数族裔是跟汉族的食堂分开的 因为涉及到一些饮食禁忌 所以呢 汉族的同学 跟少数民族的同学 几乎没有在一起吃过饭 也没有过交流 所以这位同学就觉得这样不好 都是一个学校的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深分 而且两个食堂合得特别远 平时上课 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聊天 大家都指着吃饭的时候 聊到天八卦什么的 现在搞这么远 都没时间说话了 于是呢 这个学生就跟学校提议说 我们能不能一起办一个 给少数民族同学 办一个生日会 一起办个party 学生说不行 肯定不行 你这个饮食有问题 我们还说别说办聚会了 这个肯定不行 但是这个这是个女孩子 她说 哎呀 第一次你说不 我一定要证明 这个事情可以实现 于是呢 她就去当地 联系了几家蛋糕店 问能不能做这种 少数族的饮食禁制蛋糕 逃了很多家 有一家可以完全满足 她的一些需求 于是她拿着配饼 配方到学校那边 又去找校长说 我可以保证 我们就是一个蛋糕 我们就喝点饮料 就好其他的食物不涉及 就是想一起过一个生日 好 她几斤努力 真的是费了很大的一个精力 去跟学校沟通 自己去找的 每次都自己根据 跟小小说 学校同意了 但是一定要保证 同时安排了几名老师 一起来确认每个细节 没有问题 好 最终 这个生日party办成了 在人数受限 只有50个人能参加 但是她办成了 好 这个事情 在招生官那里 我们给她写成什么呢 这个事情叫什么 打破民族边界 这是促进民族融合里面 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在 这个其实写在美国文化里面了 对不对 你知道美国文化就几个字吗 和平民主 自由 对吧 那这个女生做的事情 那这个女生做的事情 就是打破了民族边界 她未来做的事情 她未来能够成为的 就是联合国主席的角色 这个很了不起 你有这种想法 而且把这种想法复制行动 并且把它做成功了 这一系列的事情 就是一种思维模式 就是一种 一个人的习惯了 她未来 如果我们这个大学 我们斯坦福 给她一个更大的平台 她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斯坦福全这样录取了她 这是我们的学生 对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怎么从中挖掘出 她的一个亮点来 让用一种 这些招生官能够理解的语言 去解读她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家可以发现 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经历 我们讲出来的事情 是不一样的 但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讲 以及什么样的方式 让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讲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毕竟招生官 见不到咱们 也理解不了 也没有跟咱们生活在一起 所以很多文化背景的东西 是很难以理解的 但是要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 来讲述这个故事 就是我们文书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是软实力 如何做storytelling 好 这是四个考量的关键因素 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分享了很多 这个一些数据 一些信息 我们接下来可以 我再给大家看一些 一些关于这个 就是刚才提到的几个数据的东西 我们再细看一下 这个也是目前为止 我们觉得在申请当中 要求标划考试成绩最高 最喜欢录取学霸的两所学校 一个就是这个就是MIT和加州理工 这两所学校应该是非常有名的 学霸类学校了 这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 但以我们的经验 成功录取到这两所学校的理工科 计算机 基本上ICT成绩都在1580左右 1580左右 而且这两所学校最喜欢录取学霸 什么意思 你在学校基本上是Top 1% 然后你参加了AMC 进到A米 至少进到A米环节 甚至可以拿到Olympic数学竞赛 这种Camp里面去training的这种学生 备选Candidate 才有资格 就是很多进到这些特别好的专业 就是学霸 然后打比赛出身的 这是目前为止 我们统计也是官方公布的 对于标划考试成绩 要求最高的两所学校 那从2020年到2022年 你看分数 有增 没减 MIT还增加了 就是学霸越来越多 升级这个学校的 好 那么呢 其他几个学校 在排名前20名的大学当中 ICT1450 ACT33分的 有这些学校 就是他们的平均成绩 像哈佛 哥伦比亚 耶鲁 耶鲁 芝加哥 Upen 杜克 约翰霍布金斯 范德堡 莱斯 华盛顿 圣路易斯 还有卡内基 美农 这些学校基本分数在1450分以上 就是你可以申请啊 你可以申请 这是75%的同学 所占据的一个分数比例 还有像ACT在33分以上 好 那么还有一些学校呢 它的ACT在1400分以上 那它也会录的 比如说像这个 1400分以上 像康奈尔是1400到1500四 大家会觉得 其实 为什么有些学生的分数这么低啊 各位 这是所有的学生 里面包含什么呢 像体育特长生 艺术特长生 还有一些 特殊的 就是一些学生 所以他们的ACT分数要求不是那么高 但是呢 你可以发现 就是 这些标考试成绩 给我们一个参考 就是我想 能够可以申请的话 可以努力 就在标划考试这一块 大概是一个什么分数 然后我通过什么来补呢 我通过我的活动 来把其他成绩拉高 我通过我的在校成绩 把这块拉高 对吧 我通过我的文书 把我的整体拉高 因为你还有可以 人为的 受主观因素影响的 有两项 对吧 当然在校成绩 你也可以努力 对吧 所以这个是 总共前20名大学里面的一个分数区间 这也是官方公布的一个数据 好 那么 这是一个标划考试成绩 好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软实力了 就是说 刚才说的这个 课外活动 个性品质 接下来我们看一些具体的东西 就是个性品质如何去衡量 与课外活动背景提升 这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何参与课外活动 参加什么样的课外活动 参加什么样的课外活动 怎么去参加 这个是我收到的问题最多的 因为课外活动太多了 我们时间是有限的 如何利用好这些时间 选择一个有意义 又能够实现自我成长的一个课外活动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一方面能够树立孩子的自信心 同时也能够开拓孩子的视野 让我对我的未来 特别是大学生活 学习和职业生涯 有一点认识 因为为什么说到这个呢 很多家长和学生 最大的困惑在高中阶段就是 我要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呢 我专业到底读什么呢 就是很纠结这个专业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专业 我就很难选课外活动 但是如果你不参加一些活动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擅长什么 也很难选专业 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具体看一下活动 大家可以看 美国大学申请表里面 活动有26类之多 有26类之多 这个是任何一个人做申请 你都可以直接看到的 这个是一个open source 可能只是很多老师不跟你分享 不跟你讲这些事情 那你看他那边 像学术的 艺术的 体育的 职业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做的最多的 volunteer只算一类 叫community service 对吧 社区服务 除此之外 20多类 你有没有涉及过 computer technology 还有cultural 文化的 舞蹈的 辩论的 跟环境有关的 好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家庭责任 forexchange 海外交流 对吧 还有像 你有没有出过书 发表过文章 还有像这些特殊群体 还有音乐的 宗教的 研究的 机器人的 校园文化的 科技数学的 还有学校的 学生会团体的 drama theater 工作 有偿和无偿的 那这么多类活动 到底什么样的活动 我要参加 怎么去参加 我们说好的活动 要具备 领导力 影响力 和passion 激情 什么意思呢 就我要做的活动 首先 我要去 比如说在 九年级和十年级 我特别建议大家 多参与一下 不同类别的活动 这样你才能够 发现哪些活动 你喜欢 你不喜欢 或者是 你愿意去参与 愿意继续参与 那一般到了 十年级 结束之后 能够发现 我对什么 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我愿意继续下去 而这个就能够 是你的 motivation的一个开始 那你要继续参加这种活动的话 接下来你要想一下 你如何体现你的领导力 还有如何体现你的影响力 我能不能把这个活动做到极致 要思考那个问题 我从参与活动 做到manage up 成为这个活动的 主导者 组织者 对吧 主办者 再到影响到身边的人 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甚至来改变这个活动的传统 打破传统 做出创新 这就是你的领导力 影响力和激情 好 那么这三点呢 来看哈佛大学 怎么去解释的 在哈佛大学官网上 明确写了 就是要我们来思考 我怎么去参加 我的课外活动 首先人家问的问题 大家可以在网上 看到他解答这些东西 因为哈佛大学明确说了 活动就是一门考试 他会问你 你有没有真正的 care about something care deeply about anything 对吧 你有没有真正的 在意过什么事情 你可以问问孩子 你在意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事情 你不去做 你闹心 你睡不着 这个事情你做不好 你压力很大 你很难受 这个事情 你一直都非常喜欢他 而且真的想做点什么 就你能够为他不吃饭 不睡觉 想做点什么事情 第一个你要思考 deeply care about something 这就是你的passion 你的激情 你有没有这种 这种活动你想参加的 还有呢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your interests 你从你的兴趣 好好当中学到了什么 what have you done with your interests 你用你的兴趣 做了什么 how have you achieved the results 你如何获得成果的 那你是失败了 还是成功了 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所以这些事情 都是讲的一个什么呀 叫reflection 叫反思 现在很多孩子参加活动 就是一个 我参加了 走马观花 你要他写个记录 他可能都懒得写 这个还是要写的 我们通常呢 就是在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孩子 包括我们在辅导孩子 参与活动当中 通常会指导他们 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 不光光是一个参与者 要站在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活动 你可能会收获更多 就比如说我参与了这个活动 我观察组织者是怎么组织的 他要哪些环节 他是怎么组织 如果我来组织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还有我参加这个活动 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身边的人感觉是什么 他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他的不足是什么 这都是我的一次间接经验 很有可能就会转回成 我的直接经验 那么下次我在办活动的时候 我会怎么办 对吧 这是一个 那当然这个问题 问的是你的兴趣 对吧 你的兴趣你学会了什么 比如说很多孩子会弹钢琴 我觉得会弹钢琴 会下棋 基本上是很多小孩子的标配 但是你用你的钢琴和象棋 做了什么 我们以前有一个申请到 康奈尔的孩子 他来自中国的贵阳 他只会弹钢琴 当时我们就想 我就问他你会什么 他说我只会弹钢琴 其他我啥也不会 他后来做了一个什么活动呢 因为在贵阳 就是贵阳那边 有非常多的贫困山区嘛 那就带他去了一次 去一个农村 特别漂亮的地方 去看了一次 当地的学生那个情况 因为他没有这种 就很少出来走一走 他比较内向 也没有看过 山区的孩子什么样 他发现山区的孩子 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甚至连钢琴都没有 也没有接触过音乐 上着非常简单的课 教师都非常的 就是非常破旧吧 那这件事情 其实当时对一个孩子来讲 触动还是蛮大的 回来之后呢 就策划了一个活动 学校里面会议数的人 非常的多哈 所以当时就在学校 做了一场议演 在学校开家庭 家长会的时候 他们组织了一个议演 就是让他把学校会 吹笛子的啊 吹箫的呀 弹钢琴的呀 拉小提琴的呀 等等这些 都召集了一起 本身学校也会举办 很多的concert嘛 那这次是让他组织的 在家长会期间 给家长们 做了一个汇报表演 在汇报表演的同时呢 播放了很多 当时他去山区 拍摄的这些照片 就让家长捐钱嘛 家长做一眼嘛 在学家长可以讨点钱 那在现场自己的孩子 那部棚脸场 对不对 好 不光是这样哈 还把这个演奏队 搭到了大街上 在街上做一眼 放这些照片 都是自己去干的 从来没干过 就觉得这种事很丢人啊 但是自从看到 那些孩子情况 觉得要为他们 做点事情的时候 这些孩子赶去做这些事情了 开始在街上站着 开始谈 太阳晒也不怕 晒一天 在那要钱 要来一块钱 两块钱 也很开心 很激动 这是自己 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嘛 这个过程 对他来讲 成长是巨大的 变化是巨大的 他知道这个过程 多么艰辛 但是因为怀抱着 一个神圣的使命 要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 帮助他的同理人们 所以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好 这个事情最终做成了 哎 现在还在学校 搞了个俱乐部吗 继续把这个事情 变成一个可持续心 发展的一个活动 给山区的孩子们 每个月去一趟 给孩子们 教唱歌课 丰富他们的音乐生活 非常有意义 也非常有意思啊 他在学校的两年时间 每个月都办了一场 这个既有时间的 这种commitment 又有很大的value 就学校非常的感动 那这也是问你 你会弹钢琴 你做了什么 你看他会弹钢琴 他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你有你的兴趣 你用你的兴趣做了什么 对吧 所以像美国张成光之间 也采访过 他们问过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亚裔的孩子 其实 录取率来讲 不是那么高 因为亚裔非常多优秀的孩子 但是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句话一样 美国张成光都会说 你很优秀 你愿意让你的身边的人 更优秀吗 这是我们最在乎的事情 不光你一个人优秀 你得愿意让你身边的人 比你更优秀 你做得到吗 其实当你发现 你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也是一种成长 不用觉得 他比我牛了 我怎么办 你永远都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因为当你帮助别人成长了 才是你自己最大的成长 这是人家最在乎的 好 然后又问了 说 In terms of actual curriculum 这些 等等这些 Have you take full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有没有充分去利用这些机会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参加这次活动 仅仅是参加了而已吗 你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思考过 你的收获是什么 这个活动好的地方 吸引你的是什么 它的不足是什么 如果你来办这个活动 你会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改变 好 人家还问 What is the quality of your activities 你这个活动的质量 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quality 你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活动 这个问题非常的明确 在你的申请表上 有一道 有一个显示 就是大家知道 我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要填一个活动列表 不光是填这个活动 你参加了什么活动 人家问的非常明确 他会问你 这个活动 你一年参加了多少个星期 一个星期参加了多少小时 问到这么精确 为什么 咱们不是一次性的活动 一次性活动 对他们来说 没有太大的意义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我们说 做一次好事很容易 但是做一个好人很难 做一个好人 意味着你要不断的做好事 对吧 所以一年52个星期 你去了多少个星期 如果一个孩子 能够坚持做好事情 这说明 这是能够证明 他的personality 因为你能够坚持 这个是不容易的 我们说减肥 还要28天 那至少 对不对 你能坚持吗 真的能坚持下来 是不容易的 那同样 他们为什么这么衡量呢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在上大学本科的学分 叫one credit 是怎么算出来的 一个学分 等于80到120小时的学习 好 80到120学习 就算一个one credit 同样 这个活动 你有没有参加到80到120小时 这就是他的quality 很简单 你参加志愿者活动 所有的志愿者活动 放到一起 你一年参加了多少个星期 每个星期多少个小时 美国总统一公奖 怎么给的 就是你一年的累计小时数 达到100 我给你个gold 达到80 我给你个silver 就是这么计算出来的 那所以说 仍然有一个横量的指标 所以哈佛有问 你的这个quality 是怎么样子的 你花了多少时间 你是不是扮演了一个 leadership的rule 对吧 领导力 这都是quality 并不是说 你参加多 参加的多 要看你这一类活动 你能不能愿意去持久的去做 这个很重要 好 这位问题哈佛说了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那你希望在哈佛 可以干什么 这个也很有意思 因为很多像在中国读高中的孩子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客 活动就很早之前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有这个事情哈 那我们也有很多学生写的很精彩 因为本身每个国家的体制不一样 像中国 印度 日本和韩国 这些学的高中生 除非你上国际学校 其普通的不叫普高的学生 每一天就是早八点到晚上十点 基本上都在学习 周末还要补课 啊 就之前哈 那没有时间 就除了学科知识之外的话 哎 你还能做什么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不同的学校的环境 是不一样的 你要针对你自己的学校环境 你希望能够在哈佛去探索什么 这是额外的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文书的问题 是让大家思考关于 关于活动方面的一些 一些思考 所以说像我刚才说的 这么多的活动那边 你要思考一下 哪些活动我要去参加 我想参加哪些活动 然后我在参加活动当中 要注意些什么 那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哈佛 那同样你看 这是UC Berkeley 也非常明确的 在官网上写了 我们要看的就是leadership 领导力 特别是initiative and leadership 什么叫initiative 就是你要去发起一件事情 我们说叫创新思维 你能够勇于去发起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之间 也有很多学生 这个学校没有 特别有意思 我们有个亚裔的小孩 来到美国 这个学校居然没有乒乓球 我们学校有两个中国学生 居然没有乒乓球 这是我们的国球 我们要在学校发扬光大 对吧 然后他们就跟学校说 我们虽然人少有两个 但我们两个想打乒乓球 你们没有乒乓球 这个不合理 我们交了那么多学费 为什么没有乒乓球呢 对吧 好学校就给他们办了一个 乒乓球club 还弄了一个校队 就是我们要代表学校打比赛 从来没拿过奖 但是两人是这个 乒乓球club的创始人 他们不光创始人 还教了一堆老美小朋友 打乒乓球 因为本身 其实自己在国内 家里有资源 乒乓球打得很好 就帮一堆美国同学 学会的打乒乓球 甚至还培养出了 一名美国的乒乓球冠军 写文书答写的时候 我拿不了第一 但是我培训的孩子拿了第一 你看我多牛 我说比拿第一的孩子还牛 当谁说当教练一定要拿第一呢 我有经验 我会分享 我知道关键在哪里 我可能没有他体能强 那我培养出了第一名 我同样很厉害 特别优秀 就是这个叫 initiative和leadership leadership不一定说 我一定要拿第一 但是我能够培养拿第一的人 我这个leadership 领导力也很厉害 所以这些都是 非常多的例子 就是每个大学看中不一样 Howard就喜欢看这种leadership 他leadership不一定说 你不要做非常大的组织的领导 他在乎的是 你能不能够发起一件事情 创造一件事情 就像美国的经济 还有像加拿大北美 这所有的这些国家 是called small business 叫entrepreneurs 对吧 创业者带起来的 创业者要干的是什么 就是要创新 创业不断的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而这些人是能够促进 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而大学要培养这些人 就要看你从小 有没有这种initiative的意识 能不能够去 用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勇敢的去走出那一步 好 这些呢 都是跟这个活动相关的 那么现在 回归到这一类 那我们看 首先第一 我做什么活动 可能跟我选的专业有关 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 想出来具体要走哪个专业 但是大概的 在美国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 基本上分为这些学科吧 工科文科理科商科医学政法科 因为这些科大的科目 你的活动其实路线是不一样的 但至少我希望大家能够在 九个年级和十年级 至少知道一个方向会好一点 好 那么活动大的来讲 我们说有26类 你填表的时候有那么多类 但是整体来讲 比如说有工艺类 比赛类 研究类 体育类和艺术类 这是几大类 几大类啊 那我们在九到十年级的时候 像我说的先去探索 发现一两个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十一和十二年级 把它做深了 做极致了 把一件事情做极致了 家长不要那么焦虑 说他们参加那个活动 我要不要也参加 他们参加那个活动 我要不要参加 我这周孩子在家闲着 没事干 要不要参加一个活动 简直就是觉得 周末不把它送出去 或者不干点什么 心里恐慌 其实呢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 你先让他做一件活动 把这一件活动 做到极致 他就会有信心 去探索更多的活动 让孩子参加了很多活动 他每个活动 他都参加了 都没有收获 其实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打击 他只是一个经历 就是这个经历来讲 对孩子的成长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时候是 在美国 有非常有名的学科 叫Possibility Science 可能性研究 就是首先要孩子 知道什么叫Possible Possible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去看一下 要多去看一下 我有多少个Possible 让通过 Start from TinySense 从一件小的任务 让他去完成 树立他的自信心 他就会不断去挑战 更大的任务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最怕就是有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先做好一件事情 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你是可以做成 他是可以成功 在很多方面的 好 那说到这里 就说 那这么多活动 其实活动真的太多 各位 我呢 我们呢 给学生在规划的时候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张表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 比如说这些活动 都是比赛类的 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 大家可能会很惊讶 就比如说从 所有2022年 我给大家看一个表 2022年 1月到12月 你能够参加的 所有的比赛 活动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2022年 这种竞赛时间 从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到12月 那 非常多吧 各位 这些活动 这些都是竞赛里的 比赛26类 每一类都非常多的活动 但是呢 每一个学生 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孩子 都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去安排 这些时间 从哪些 从哪些 的方式 让他去体验 这些活动 也是不一样的 非常的关键 这是为什么 我想跟大家 一再去强调 就是 要有专业的老师 来指导孩子们 做 就是了解 这些活动 让他们去体会 这些活动 是非常重要的 好 稍等一下 好 回到这里了吧 嗯 好 那么 像这些活动 那 我们在参加 这些活动的时候 因为它的 通常情况下 比较大的级别的比赛 通常会在 十一和十二年级 去做 因为你 不到十六岁 你很多是不能参加的 包括一些下校 不到十六岁 你都是不能参加的 所以其实 学校也希望 你能够九年级和十年级 都去探索一些 因为你只有 前期的一些探索 前期的有一种 mindset 积累好 你参加这种比赛 有一定的积累 有一些经验 有一些信心 那么你才能够去参加 这些十一和十二年级 大型的比赛 因为这些都是 含金量非常高的比赛 如果没有做好准备 对孩子来说 其实他会压力很大 或者是 也会有些影响 参加这些比赛 确实有很大的含金量 就像我说 当然也要看孩子 自身的一个能力 和实际情况 我们也会给孩子们 推荐一些活动 像加拿大 我知道很多学生 会参加 叫 Canada 叫Shed In Canada Shed Canada SHAD 那你们有非常多的比赛 我们有学生参加这个比赛 还拿到非常好的offer 因为这些活动 就是首先 你要看学校有哪些活动 第一 你能不能够先看一下 学校最popular的五个club 是什么 你参加过了没有 对吧 九年级十年级 然后再看 你所在的这个城市 有哪些活动 我能够为城市做些什么 然后第三 这个省有哪些活动 然后是 Canada有哪些活动 American有哪些活动 North American有哪些活动 International有哪些活动 那九十 十一 十二年级 不断的去build up 提升你的level 这个是make sense的 你上来 十年级 或者是九年级 我们先挑战一个 国际级别大赛 这个有点不太现实 或者说 对孩子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 就是这种方式 不一定对他好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有的孩子能力够了 当然是可以的话 可以的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希望他能够 逐渐的去比赛 因为你在 申请表上 我们叫 一五一十 叫五大奖项 十个活动 这五个奖项 肯定有几个 是学校的奖项 就是学术实力的奖项 像 像我们之前 KID学生拿到的 AP Scholar AP Scholar with Honor AP Scholar with Distinction AP Scholar with Depo 这是非常高的 Academic Award 对吧 学校还有这种 Honor Society 还有Major Honor Award 还有叫President's List 等等这些 这都是非常好的 学术的Honor 最有说服力的 然后呢 活动就会分成 活动的时候 申请的时候 会让你把你最定 你认为对你最有影响力 你最喜欢的活动 放到最前面 那这个活动 一定是你付出时间 最长 成就最大的一个活动 你要想怎么排序了 这些都是跟你申请有关的 当然这个 今天也有时间关系 我就没有办法 给他一一展开 这个东西非常多 而且每个孩子的情况 都不一样 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 来量体才艺 给他制定一个 非常详细的一个 合理的一个计划 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 我们去探索 去摸索 最终形成 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任何事情 只有你 先有你愿不愿意 才有你喜不喜欢 你要勇于先去尝试 才能够找到自己 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我也终于希望大家能够 特别是各位孩子 能够早点找到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好 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关系 我就先分享到这 说了有点多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Sylvia 咱们家长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Chatbox里面 或者自己开麦 问都可以 咱们还有点时间 看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老师你好 感谢分享 然后我想问一下 孩子如果是兴趣 在商科方面的话 参加哪些活动 和经济比较好 谢谢 如果是商科 那我就非常推荐 你们来参加 我们这个GYAC 全球未来企业家挑战赛 正好现在是初赛 就是他商科 我能问一下你几年级吗 就是 现在 现在九年级 先提前先考虑一下 这样也是 九年级还蛮早的 对 因为那九年级是这样 因为很多的像 有些summer school 要求16岁 孩子现在应该还没有到16岁 所以呢 对 他可以参加我们这个GYAC 因为他是九年级 可以报名的 他是什么呢 他是叫entrepreneurship 那你参加这个比赛 是可以拿到两个 冰大和加州大学的学分 他会教你 就是培训这个课程 叫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就是企业家思维培训 那这是两周的课程 你培训完了之后 会参加比赛 比赛是一答辩的方式 你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能够 首先 当然上这个课 你会学如何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然后你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你要提出一个 跟联合国17个 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下面涵盖的那几大类 你发现你身边有哪些问题 你可以去解决 然后要提出一个proposal 然后在上完这个课程之后 要有一个pitch 要有个答辩的一个PPT 那可能要包含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产品或服务是什么 你的团队是谁 你的解决办法是谁 这个产品是否具备可行性 市场有多大 如果是非盈利的话 它的影响力有多大 这个也很有意思 因为在这个课程当中 你一方面可以接触到 宾大和加州大学 这些教授 给你讲理论知识 另一方面你在线下 会接触到至少 七类到八类行业专家 给你分享创业 就是企业家精神和思维 这个我很推荐 可以来参加这个 OK谢谢谢谢 你说这个GNC 是哪里提供这个培训 他们是 凯特教育就有这个出塞报名 他是医院 对对可以在 他们凯特报名 然后他的方老师 对到时候凯特老师 可以 都可以跟你分享 对 谢谢谢谢 因为这个是国际级别的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上来参加 好嘞 这个也挺有意思 谢谢 现在咱们 Selvia 现在咱们去年的学生 Sophia 她在York School 那个你还记得吗 她是不是就 九年级的时候参加的 对对 她是 我记得 九年级暑假参加的 因为她是 九年级上完了暑假参加的 对 因为正好是 九年级可以参加 因为这是一个 很好的时间段 你可以了解各行各业 可以了解大学 就是对孩子探索 他喜欢的专业和职业 然后学习这种 创企业家思维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蛮好的 因为你跟 不同国家的孩子 一起学习 跟不同领域的专家 那些大咖们 链接能量 这个是我们学生 收获最大的一块 觉得很有意思 当然 除此之外 其实你看像 如果九年级 十年级大部分的 像美国的大学 我们说比较知名大学 他们的下校 实际上对于这个年龄 的孩子是没有 学分的 所以说 咱们这个 对咱们这上赛 其实有两个学分 这个是很难得的 而且是 对 还比较知名的学校 你像咱们 我记得以前 经常有学徒去报 那个冰大的 另一个上赛 那个上赛是 没有学分的吧 没有学分 那个叫 Innovation 那个叫 Stimulation 是模拟 模拟比赛 就是学生模拟投资 但是没有学分 它是搞投资的 如果你想搞创业 就是不管什么专业 你最终都是要 解决一个问题 你如果想学习 这种Design Thinking 叫设计理念 也现在美国 最流行的一个学科 你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 很有意思 因为 对 因为这个也是 在冰大官网上 可以查得到的项目 就是GYE 对 官方递推的 你看一下 咱们的那个文化矿 有家长提问题 你看你给解答一下 好的好的 哇 等一下 请再放 从最上面 请再放一下 MIT那张 没看见 MIT是哪张 我看MIT是哪张 MIT 你去往前走吧 一个是MIT 还有一个是那个CALTEC 对 对 这个吧 对 OK 这是这两流的数据 好 收获很大 推荐什么时候 开始做活动规划 因为你说长时间 对 我跟你讲 这个一定要早 我们最早的学生 是七年级 开始做规划 因为是这样的 你不用那么早 不要紧张 因为你九年级 到十二年级 所有的表现 都要提交给大学 也就是说大学考察 你是从九年级 开始考察的 那因为你的活动 他会问你 几年级开始 你就选项是九年级 如果你九年级 啥活动没做 那就是空白了 你知道吗 所以通常建议一下 我们是从越早越好 就是九年级 到十二年级的记录 都是要呈现给大学的 所以你越早越好 所以这个 我稍微补充一下 像咱们很多学生 其实孩子 他的成熟度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孩子 相对来讲 不管是可能是因为 他是女孩子 或者是因为 他看那期的表现 不是特别经典 不是特别典型的情况下 那他对自己的 包括学习的状态 自律 学习的效率 是比较好的 这样的孩子 其实未必一定要 从七八年级 那个时间开始 但是如果 有另一类的孩子 家长能看到 包括周围的老师 跟朋友都说 这孩子有明显的 这个potential 不管是从智力 他的思维 包括做事的方法 但是可能相对来讲 他成熟度还没达到 他自律性相对较弱 那么我们以防 可能他 再升入九年级 马上被人家考察 你的一举一动 包括你的每一个科目 包括你的一切活动 在这之前 他并没有形成 一个好的 我们经常讲的 work habit 那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是不是 七八年级 会更适合一点 对 好 还有 对 然后孩子现在八年级 如果想学心理学 现在就定好心理学了 应该做哪些准备 像psychology 以我的了解 美国大学里面 因为他的学分 其实是比较低的 就是我拿到心理学的 学位的学分 可能才一百多分 像computer science 或其他学分 他有两百多分 那通常很多学生 在学心理学的时候 会double major 当然心理学也是 申请人数 比较多的一个专业 那心理学 分成很多的方面 什么认知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对于想学心理学 以我们的经验 那这些孩子通常 他要么就是 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强 要么呢 就是共情能力特别强 所谓的共情能力呢 就是与人沟通 叫情商特别高 因为心理学 孩子们感兴趣的是 研究心理 特别很多孩子 感兴趣犯罪心理学 像我们现在很多学生 看那种片 破案片看多了 天天我要读心理学 我要看他的一举一动 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很多人会 其实这些心理学 跟你真的到本科上 学的心理学 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个可能我们会 让孩子们先去了解 那同时呢 心理学比较 比较 就是学生的背景的活动 像我刚才说的 一方面就是 逻辑能力很强 逻辑能力很强呢 就比如说 你数学很强 可以做 analysis 叫分析型心理学 如果我是数学很强的话 我心理心理学 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心理学 也有很多理科的 一些学科的要求 如果我理科不好 我可能走文科 就是沟通表达能力 很强的 心理学方向 我用这个来申请 我们很多申请到 心理学的都是女孩子 她们沟通能力很强 有的写书 文字功力很强 与人沟通能力很强 这些都是他们之前 做过的一些活动 还有去做很多的采访 研究 这些活动 都可以去体验 都可以去参加 还有看看学校 有没有这种心理学的 club之类的 因为现在特别是在 我们现在有很多高中生 在研究pandemic 给这些孩子们 带来的叫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这个是跟心理学 有很大关系的 社会情感认知 所以这个是高中生 可以去学的一些学科 特别是在教育环境里面 跟心理学很相关的 我们 你这八年级太早 有人在coursera上 coursera可以学心理学的课程 还可以拿个certificate 也是可以的 了解一下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下校在每本申请中作用是什么 有没有必要参加 下校还是有作用 当然下校分成很多种不同的下校 我们说含金量最高的三大下校 如果能够申请到 申请到 腾校基本上是提前录取 就是会加分很多 还有些下校 第二类腾校就是 第二类下校就是 八大腾校下校 学分下校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这个学分人家也看了 像加州大学申请系统上明确说 如果你这个课程少于 4units 那你就不要写了 也就是说你申请了 一周两周的 可能他没有学分 或者说这个units太少 没有达到两个credit 可能就不算了 可能就不算了 这是加州的一个情况 也得有两个credit 那还有一些下校呢 就是你看你参加那下校的目的是什么 像哈佛大学很多的下校 是八周六周 那他们有明确的要求 你要在这个下校当中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opcome 或者是一个achievement 你要看一下 还有就是我参加这个下校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为了去体验我的梦想 还是为了真的去挑战 我的这个学术实力 拿到一个学分 跟我专业相关的 因为他分很多项目呀 所以你要看一下 那所以说他有没有必要 要取决于我们孩子的 一个整体的情况 这个要具体问题 具体去分析 任何一个体验 就是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 一个体验 对孩子来说 都是比较 都是很重要的 也都是很关键的 但是要看一下具体情况 孩子九年级 对气候变化感情 对外太空探索 那这个你必须要参加一下 NASA的camp了 NASA是我们最推荐的 如果你对外太空探索 因为NASA带美国的基地 每年有无数的青少年孩子去探索 那个NASA有专门的太空舱 给孩子们做这种Summer Camp的培训 了解 非常好玩 然后还有一些学分 还有一些挑战 还有驾驶太空车挑战比赛 也是我们学生会推荐去参加的 两个人一组 真的就驾驶那个月球的 那个车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忘了去比赛 可以上NASA官网看一下 他们有Camp for Teenagers High School Students 可以申请 11年级暑假会不会晚了点 如果你跟我说12年级暑假 肯定是晚了 11年级暑假不晚 就是在申请之前 任何时候 只要你在申请之前 还是如果有这种意识 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 还是可以的 因为在申请的时候呢 学校 大家也知道在申请的时候 我们12年级的成绩单 是只有课程是没有成绩的 他看了12年级看什么呢 看你是没有勇气去挑战 一些高难度的课程 所以他会看你12年级的选课 但活动也是一样 我们有学生 只有一个proposal 还没开始做呢 人家也算 你有这个想法也算 所以你11年级暑假 你想做一个research 你可以开始做 还没做完 说我12年级之后才做完 没问题也算 那这是属于研究领域的 所以你现在做什么都不管 都可以做 只是看你愿不愿 去做这个事情 好 我儿子很喜欢engineer和车 而且很想进MIT 现在才六年级 六年级 六年级很小啊 很喜欢MIT 那针对小朋友的 像微软 微软有一个微软杯 他们有针对小朋友的 还有像 我记得Google也有 也有for小朋友的 在他们网站上 也可以看上去体验 那如果你真的想进MIT 这种学校 因为MIT 我不知道你孩子是国际生 还是说北美身份 因为对于国际生来讲 他们一般都是录取比赛选手 就是那种 大家可以看 今年MIT在大陆录取的 发的offer 全是比赛选手 什么邱成童大奖 奥数大奖 就是这种比赛选手 MIT最喜欢 参加比赛的学生 所以如果是说 他喜欢参加比赛 能够挑战比赛的话 我建议是 因为你喜欢engineer和车 所以参加robotics的比赛 是最好的 如果他喜欢的话 一路打比赛上来 那你就要提前准备了 你七八年级 就可能 要找教练来培训 一直到你高中 参加比赛 这一定是 竞赛型选手 最容易竞MIT 好 AP学分重要 还是考试成绩重要 如果学校没有开放 相关的AP课程 在校外参加 培训成的AP课程 对美本申请的多大价值 有价值 是很有价值参考的 怎么说呢 如果学校没有提供AP 你在学校的考试成绩 又属于top5% at least 那学校没有资源 我只能通过 通过校外 去参加AP考试了 这个是很能够 说明问题的 当然前例是 你在学校的学成绩 足够好 因为这个也是 非常合理的 在任何一所学校 如果你想考AP 你首先 你得先上完 HONOR吧 有资格上HONOR 然后你才有资格 考AP 对吧 也就是说 你本身的正常的学科 都学得很好了 你才能够上AP 那如果我想上AP AP学分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 大学先修课程 能够证明的学术实力 而且如果你本地 有这种考试的话 我建议你去考 首先你在校成绩 要至少都比较好看 然后我去考几买AP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很有价值的 好 在哪里可以获取 相关活动渠道 找我们Kate老师 我们这里全部都有 全球的活动 基本上都有 想学医有什么活动 学医的活动太多了 我们知道 在我们美国 亚裔的家长 一般走两条路 Computer Science 加Medical School 所以 学医的活动很多 除了下校之外 像HONOR的那个 Biology啊 那些课程 还有医学相关的 Pre-Med Program 是很难的 申请也很难 而且是八周 那个我觉得 但是要16岁 你去参加也是可以的 我们还有很多 线下的这种 Clinic的实习 也需要16岁 太小的孩子 他只能去从 因为美国 我们是没有本科医学院的 所以大家本科 都是读Biology啊 Chemistry啊 因为学医一定是 就是学霸中的学霸 就是学术能力 要非常强 所以一般都是 从学术路线走 比如会参加 奥尼匹克生物竞赛 化学竞赛这些 在这些领域 有一定的建树 然后你 医学医是不断的筛选 筛选筛选筛选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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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终留下来的 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你的学术能力 它都是偏 学术和研究型的 所以这个活动 都是比较密集型 学术实力很强的 那我觉得孩子是可以 从这方面 先从一些下校 相对难度小一点 去挑战 可以去准备一下 好 十一年级参加GYC 不晚 因为你十一年级来参加 其实拿奖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那个你要去 就十一年级的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 还有就设计 做市场调查等等这些 我们目前拿奖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 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 就真的就是 他有一定的学习 有一定的积累 能够做很自如的 Public Speaking 而且我们这两届的学生 都是被沃顿商学院 Stern商学院 还有一些名校 录取的比较多 我觉得可以来参加 因为你可以拿到 两个学分 再拿到一个 国际级别大赛的 然后这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过程 一个经历 所以可以来 欢迎来 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 现在最流行的 就是碳排放研究 这个活动非常多 我们GYC里面 就碳排放研究的项目 可以做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 想参加这种的话 你是可以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导师 指导你做一个 带着你做一个 参与跟我们一起做 这个参与 气候变化的 可以做一个相关的 独立研究 就是独立的项目 会比较好 听不见你的声音了 能听到我吗 我能听见你的声音啊 现在好了 刚才好 有声音进来 好 对化学感兴趣 大家都是对具体学科 活动真的挺多的 因为如果你确定了 专业的话 是很好选活动的 因为像我刚才 给你看的表 今年的比赛 就有将近200个比赛 那它其实是很多类别的 那我跟你讲 最高级别的活动比赛 就是那12类 奥尼匹克大赛 就是各个学科的 奥尼匹克大赛 大家可以在官网 都可以搜得到 这是最高级别的 其他的就是下面的 国家级别的 省级别的 城市级别的 如果你11 12年级了 有基础去挑战 比较高级别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 特别我插播一个 这个我也很诧异 因为我们最近 我不知道你看到 就是咱们最近 不是在做这个 IHBB 应该是我们说 国际奥林匹克 历史比赛的 预选赛吗 然后结果呢 我特别惊讶的是 因为本来我们想组队 组队的话 它要求一定是 90年级一个组 11 12年级一个组 但是我发现 9年级级以上的孩子 却并没有感兴趣的 会很少 然后相当 多的都是5年级 跟6年级的孩子的下场 大家一定要记得 因为我看今天咱们 包括对不同的专业感兴趣的人 都比较多 然后都会活动 其实挺积极的 那这个像IHBB 这种就是你不可能一下 直接进入 国际奥林匹克历史赛的 历史比赛 你一定是有这样 必须参加IHBB 预选赛的 如果你比如说以后 可能偏文科 偏政法专业等等 然后或者是现在你自己本身 就比较喜欢历史 比较喜欢可能跟地理相关 尤其是可能你自己学过 这个AP的 不管是世界史还是美国史 一定要尽量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 它其实本身 并不是给孩子一个课程 而是让孩子知道 打比赛的一个状态 进行一个短期的集训 有兴趣的 一定要尽量参加 这个已经是级别很高的比赛了 我超过完了 对 科学老师说的 你看今年MIT在中国 录取的那个最有名的小男孩 人家是从小学开始 进行数学比赛 一直比到高中 才能参加那个秋春童 这种级别的数学大赛 你要想参加这种比赛 确实要早准备 而且咱们的 咱们的这个比赛的辅导老师 就是我们的AP世界史的老师 他其实是我们请的 AP世界史的判卷老师 他是学 应该是学欧洲史的 硕士 然后学东亚历史的博士 他是美国人 然后呢 他之前一直在美国的一些功效 高中生 已经打进过国家队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是我目前能找到 非常不错的 很专业的资源 所以again 如果有限制的 一定要挑战一下 其实我觉得年龄小最好的 因为这个活动吧 就是我们办很多活动 有很多经验 就是大孩子愿意参加 反倒是小您组 没人参加 你更容易得奖 因为我们必须得发奖 然后没有太多人 你获奖概率很大 而且小您孩子时间多呀 他不像11 12年级孩子 哪有时间呀 反倒是7年级 8年级 你时间多 你考什么的成绩 大学都看不到 但是你可能有更多时间 参加活动 说实话 当然也关系到你考 高中的问题 就是只要不要太差 你还有很多时间参加活动 我建议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 现在 可不可以直接找您做生意的 当然可以呀 找Kate老师 就可以 本来就是 请请咨询这块 像Covia跟我 刚才咱们提了大概四个方面嘛 两还记得吗 我们左边是两块红色的 一个是 我们说的GPA学校的成绩 一个是标划 这块主要是我跟学生负责 去跟进 包括去规划 然后右边那块软实力的 比如说包括孩子性格的培养 文书 包括尤其是活动 这一块 那主要是Covia 因为我们尽量给孩子配置的 不是当地local的资源 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开一点 尽量找一些 甚至全球的 美国的这样的资源 那么这样来讲 可能我们来自于 尤其是咱们今天 可能大部分家长来自于加拿大 可能针对我们加拿大的孩子 才能尽量做出差异化来 这又是比较关键的 好 十一年级以后 想学理科下校选择什么科目 理科看你是读Computer Science 还是 还是Physics 还是Chemistry 因为学校提供的下校 给高中生的学科都比较有限 所以这个的话 你要看一下 你可能要选择一个学科 因为美国的名校 大一大二是不分学科的 这点大家也知道 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专业 你都要读Common Education 叫通识教育 所以说 像为什么现在大家修AP 以后可以用来大家申请 因为AP课程 基本上就是通识教育里面 很大的一部分 你可以抵学分 比如AP宏观经济 核位观经济 不管你读什么专业 可能都要去读经济 所以我提前修了AP 我可能到了大学 就不用读 不用读 这个可以抵电学分 所以你可以像物理 等等这些学科数学 你大学肯定是 都会去修这些学科 所以你可以 这些都是可以的 辩论达到什么水平 对美本申请有没有帮助 一般来讲 你看像普林斯顿 是州级别的 那你只要达到 城市级别的 你们可以在城市 举办辩论大赛 达到城市级别的讲法 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普林斯顿的那个呢 是州级别 就是美国会办的 这个高中 叫 其实有点像类似 中国的大专辩论赛 那在美国加拿大 都有这种 它分成国家级别的 省级别的 和城市级别的 一般到了城市级别 甚至是学校里面的 辩论大赛 你拿到了奖 也是非常好的 也是有保证 它是叫一个 Award 你不然在生计的时候 有五个Award 你填什么 你要想好了 不然到时候 真的有的学生 是一个填不出来 一个奖项没有 就很尴尬 我能插一句话吗 这个问题是我提的 我是想说 如果孩子是从九年级开始 八年级开始 打辩论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他的搭档 可能不会相对稳定 但是因为涉及到 我们这边是 初中是九年级结束 高中是十年级开始 他有一个学校选择 可能跟搭档会分开 我是说这个成绩的话 是不是九年级的成绩 也就可以报上去了 比方说九年级 已经进到 national这个level了 那这个成绩 是可以放上去 他可能今后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也许学业 或者说搭档的原因 他可能他的成绩 没办法超越九年级了 但是九年级的这个成绩 还是matter 是吧 是的 活动就是涵盖 你九年级到十二年级 所以九年级到十二年级 其实重点就是九到十年 十一年级 是最关键的 是算的 没问题的 挺好的 申请大学填表中 五项奖项 一定要文理都有吗 没有 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就是有的孩子 比如说我们申请 我们MIT的孩子 他五个奖项 就是各种不同的 数学比赛的奖项 填满了五个 非常高级别的 他可能就一个 一个类型的 他拿了大满罐奖 也都是可以的 并不一定文理都有 这个未必 就是奖项是一方面 就活动 活动背景里面 会涵盖很多类别 对吧 他们很注重 你是不是有体育精神 能够持续参加体育活动 你有没有艺术细胞 能够持续参加艺术 就说到这两个的话 其实是很多学生没有的 但美国名校很看重的 你要有 sport spirit和art 这种叫discipline 叫艺术修养 和体育精神 所以要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和艺术活动 这个在你活动里面 体现就可以了 好 基建特长 比赛拿奖 梦想杜克 可以沈 已经回答过了 好的好的 我跟你讲 杜克是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杜克没有 适合修身养性 在大山里面 很先进云雾缭绕 这个地方 你出门吃个饭 可能要开一个小时的车吧 但是就很很学术啊 很学术啊 挺有意思的啊 imagine club 我们有组队和指导老师吗 这个 微软的 微软的 創意赛 就是 对 你得来美国 武安区 武安区有 对 微软这个 然后 十年级小学生物专业 竞赛和下校 九年级看见 手架下校算吗 算 算 十年级学生物专业 什么好的经验 就是生物化学 都是属于一类的 像 生物比赛 有个叫ICM吧 它是biology 今天我还在 我们还有学生在报名这个 你可以去看一下 稍等 我一下下 我给你确认一下 它是 就是生物科技类的 叫 Igem Igem 国际竞赛 这个是 跟生物比较相关 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活动非常多 我们通常情况下 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 你是喜欢 参加这种挑战式的 还有的孩子喜欢参加摩连 喜欢讨论 不喜欢做研究 不喜欢做作业 还有孩子喜欢辩论 还喜欢动手做PBL 项目式的 基本上 哪怕是同一类别的 同一个学科的比赛 它有不同的 这种方式 要看孩子 他可能比较喜欢哪个 还要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 好 九年级开会前的 下校算 可以写上 好 那个 基本上就是一些问题了 蔡老师 今天谢谢Sylvia 然后再做各位 我们应该大部分 都在我们这个 讲座的这个群里面 因为今天是我们 2022年的第一次 关于美本申请的 这个讲座 Sylvia的话 我们是打算一起 从今天这个第一次 然后之后呢 还会再安排两个三次 所以呢 各位在群里面 如果有任何 比如说自己比较关注的问题 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 我们大概 收集一下大家的关注点 可能比较不确定 自己拿不准的地方 然后呢 再安排讲座 话题呢 根据你们的方向来定 随时都是没问题的 好吧 然后 again 还有任何什么问题 可以在群里面留言 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们去详细聊 孩子具有针对的情况 好吧 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Sylvia OK Bye 谢谢 谢谢大家 Bye Bye OK 没关系 Bye All right 好好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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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